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针对台股最新的情势 下个礼拜月期全要结算 下周蛮重要一周 我们赶快来请教筹码专家财经作家的视频 阿哥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如果看这个礼拜的话 其实多空是打平手 因为贵买值本周是下跌了 下跌1.25点 跌不多0.76% 那全周呢是收小跌的 周K线是结束了连二红 本周周K线收黑 收在164.05点 就今天收盘的点位 那同时加卷指数呢 很强劲 是连九红K棒 但是如果看指数的话是小跌 因为本周是开低走高 所以说如果以全周来讲 也是开低走高 跟今天的这个盘一样 那本周呢是下跌33点 跌幅是0.26% 但是因为全周开低走高 所以周K线是收红棒 那另外台币今天收盘呢 是贬值了0.6分 那如果看全周的话 台币是小扁2.8分 收扁0.09% 汇价收在29.542 仍然是守住29块半的位置 那阿哥你看这个盘 这个礼拜打个多空平手 那下个礼拜会怎么发展呢 对我们说这个礼拜 与其说是多空平手 不说是多空双八 这礼拜做多的感觉很差 但说做空的一些弱智股 它又不跌 这样子 所以操作难度是非常高 那在我们这礼拜 近乎是休息 或者说小福修正了这个礼拜 韩国股市是连续往上喷 日经是连续往上喷 连道琼跟罗素2000 都是连续往上喷 日韩都很强对不对 尤其是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真的是强到翻掉了 但虽然今天拉回了 但韩国股市在今天拉回之前 是连九天上涨 对啊没错 那我们看着国际股市 看起来就没事 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台湾的一些 之前涨多的强势股 却是杀身正天 尤其是柜台指数的一些 中小型股这样子 那么目前的行情的特色 就是说资金从生计股退出来 然后转向半导体类股 然后由于台积舰连拉两根涨停 过热之后又进入了一个休息 那我们看了韩国日经这样涨 总的不是滋味 事实上之前他们没有涨的时候 我们台股也是连续性的喷出 我们只是在 目前在还债的情况 好像就涨多 它必须要做一个休息或是整理 的确台积电两根涨停 造成大部分的散户都去追高 然后出现一个套牢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 所以短线上 在消化这些筹码混乱的现象 外资事实上都是在观望 外资今天期货也才增加了173口 不过整体的进步位 外资的期货进多单只剩下 28,340口 所以整体的外资 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操作 那外资的股票期货 它的进空单也高达 41,408口 所以它股票期货的空单是4万口 台子期货的进多单只有28,000口 算是低水位 所以外资中期的一个操作 算是偏空 但是短期外资是一个观望的一个情况 因为外资的选择权 外资的买权 其实当日的操作都不多 但是外资买权的进步位 是负的4736口 负的意思是什么 它卖的 卖出的部位还比较多 但是外资是赌不涨这样子 那put卖权 赌下跌的部位是24,275口 也不多 但是整体的外资齐全的部位 在表外资的一个保守的心态 从外资现货 在过去10天也是整体 倾向卖超的一个情况居多 所以这个行情基本上 就是看内资的一个态度 那讲到内资 这个内资不乏 是我们台湾另外一个灵魂 灵魂人物是什么 就是散户大军 上个月 台湾有交易人数 你知道来到多少了吗 来到了237万人 对 大概10个人就一个人交易 那这个 应该是历史新高吧 创历史新高 百分之百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历史新高 大概顶多200万人上下 多了37万人 以前最嗨 12682最嗨 10393最嗨也才 惊到200万人 为什么会有237万人 这37万人哪来 今年1月到现在 新增开户数38万人 应该不止吧 今年1月到现在 新增开户数应该超过60万人 没有 我们说如果 他一辈子都没开过 第一次开的 如果是新增开户数 累积开户数 你有可能 累积开户数应该是超过60万人 对 开户数有可能开两三个户头 那是若以 他这辈子都没有开 以身份证之号 新增的情况下 新增的 就完全新手了 对对 完全新手 他这辈子 40岁第一次开户的 50岁第一次开户的 大有人在 那最近各大券商的业绩 就是历史新高这样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237万人代表 过去所有开户的 都跳进来交易了 新增开的也跳进来交易了 就能交易都交易了 这个行情就是完全靠着 全台湾广大的投资人在扛上去的 那只是短线上 的确就是过热 然后出现一些短线的修正 而且暂时找不到一个主流的族群 来当作一个接棒 因为半导体一转弱以后 可以看到生技股目前是有强有弱有弱有弱 那半导体也是持续的在做修正 所以整体看起来目前都在修正 那但是呢 这几天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就是我们的短空加速 前几天为什么那么弱 今天我们短空加速一直都 月线下弯的股票数量 一直都高达1000家以上 这把大部分的股票都是 在往下做修正 但是最近三天 这个短空的股票数量 从1067家掉到昨天的960家 掉到今天的887家 每天大概都有100家的股票 100家的公司 他突破20天前的一个收盘价 让月线开始往上翻扬 意思就是说这个感觉上 这个短线上的修正 似乎有机会告一个段落 毕竟台股一直修正要大跌 感觉气氛是要大跌 但是在韩国股市还刚喷完 道琼跟罗素兰仙 全部都刚往上做喷出的情况下 台股要重挫的几率不高 在修正过后 大家留意的就是说 那到底资金会集中火力 往哪一个族群走 才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重点 对这点我其实今天也有感 我也蛮认同刚刚阿哥所讲的 就是台股看起来应该不会大跌 因为先前我个人是有点担心 就是说看起来这个贵买 从177点翻转以来 到昨天是连续第三次破月线 而且一头比一头低 虽然没有一滴比一滴低 形成下降通道下降趋势 但是它的确也是一头比一头低 所以感觉起来贵买又量缩 好像真的很弱 好像一副要跌破月线 然后要跌破季线的味道 但它今天又拉起来开低走高 感觉起来又没死 而且今天有一个盘面上 蛮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你看到前一阵子修正 很多的一些IC设计股高价的 今天全速清一色 每一档例外全部开低走高 这个就很有味道 而且几乎每一档都收最高 比如说你看系列KY 今天一早这样急沙 而且是沙坡季线对不对 如果各位现在手上有K线图的话 你去看系列KY的走势图 今天真的是有够恐怖的 它是今天杀破月季线的支撑 感觉起来好像跌停 这早盘杀到1620几块 它居然收盘只有小跌 几乎收在平盘 其实收在1740块 你想想看你早盘去卖掉系列KY 你到收盘 你一张股票差了10万块 没错 而且是礼拜五的收盘敢买进的 对啊 这个都是实质的买盘 他才敢过周末你知道吗 对啊 这系列KY今天收最高嘛 几乎收最高嘛 你看到信华 信华他其实已经从五月份 就开始出现弱势整理到现在 也是千金股 那信华今天是收盘 是涨了将近快4% 信华今天也有突破盘整的味道 而且今天信华也几乎是收最高 那你看普瑞 普瑞今天也收最高 而且普瑞一开盘也是很明显的下沙 下沙之后慢慢拉 中场又收到今天是最高点 另外你看到祥朔今天涨了70块 一张股票等于说 你昨天去买祥朔今天赚7万块 祥朔将近2000块的股票 今天一样是开盘 撒下去一波 然后之后就往上拉 几乎也是收最高 你看世新KY 世新KY今天也很强 今天也是收在几乎是最高点 一样是开盘都是杀到盘下的 所以你说这些股票到底它是怎么回事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就标要尊的内资股 对不对 他今天这些高价的IC设计股 或者中价位 你看到今天瑞宇也是收涨十几块 然后联勇找盘也很弱 但是收盘也涨五毛 联勇也回稳了 所以感觉起来这些股票有一种气势 好像要营造下礼拜开始 大家一起涨的味道 有这个迹象 没错 有没有这个迹象 我真的今天盘中有这么感觉 对我们说这样 第一礼拜五的尾盘就不是散户盘 一定是主力盘 对不对 因为谁敢放六十 尤其是这个礼拜一杀到礼拜五 而且现在共军解放军 现在还在台湾投台湾尾同时演习 对啊 而且买的刚刚莫哥讲 全部都是高价股哦 都是代表我们的内智主力 你跟他解放军就对了啦 解放军已经宣称我台湾尾台湾头 我就给你同时军演 把你头尾给前置 是这样吗 看起来好像透过这一次的共军军演 把这个散户的筹码大幅的洗了一遍 然后在礼拜五的尾盘 很多股票都是一路的往上收高 所以说是人家六日应该做功课 礼拜五尾盘敢往上拉 甚至收最高的股票 下礼拜一他要开高往上攻 那这些股票应该就有机会成为下一波的主流了 尤其是已经修正到季线了 这种行情还可以把股票修正到季线 那真的就是一个中期的买点 就有机会引爆另外一波的一个波段行情 这样子 对啊 修正到季线 照来讲破季线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空的格局了 对不对 没错 他还可以拉上来 那这个就很怪了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说今年的他他账户太多都会技术分析了 所以今年很多股票都是流行破底翻 你要守月线我就破月线再拉上来 你要守季线我照样破季线再拉上来 因为他就是因为所有人从马都知道的干干净净这样子 他都耳于我诈啦 所以我们说破季线要不要卖当然要卖 破月线要不要卖当然也要卖 但是如果他跌破后马上站回来 你要勇敢的怎么样 把它买回来啦 表示他是属于一种假跌破的洗盘的重作啦 那轮滴直接没有买回来 他在一个开高或从假跌破到拉到月线第二根 那可能已经15% 可能就再也被他洗得干干净净啦 所以没错 所以我们说该停损要停损 但是该买回我们还是要勇敢买回 如果你觉得这个股票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话 尤其是在礼拜五转强的股票 这个盘真的是高手在过招 你看到世新KY 3661的世新KY 今天一早 大概在差不多开盘前10分钟 开盘后10分钟15分钟 就从昨天收盘636块 一路杀到612块 你看他这样杀你去卖掉 收盘收多少 收663 一张股票差了5万块 收在661 盘中最高是663 几乎收最高 你看他走势 就是一个头就是低点 然后尾巴就是高点 那是谁拉上来的 是谁拉的 对不对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草码专家财经作家斯批林 阿哥 你可以看到另外两档股票 延续我们刚上一段的话题 看郁金光跟文茂 这两档股票都是杀到季线 对不对 杀到季线 他就是不杀破季线 他就是在季线这个地方 然后这两档股票 今天也都拉上来 所以 我觉得下礼拜 我现在讲了几档股票 如果他们开盘没低点的话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波的 像是郁金光 像是文茂 像是信华 犀利KY 然后普瑞 然后祥硕 世行KY 对没错 我们说这个行情就先修正完的 当然就先集合起涨 那如果之前 乖离过大 涨多的 他可能还会继续再做中期的修正 所以在上一波 生技半导体 强势股乖离过大 再做修正 修正就是代表 资金不断的从这些类股退出 然后再寻找下一波的主流 主流两种 一种就是 他强势整理 然后准备再创新高的 这种属于是强势股的 但是他之前都没发动过 所以他不需要整理 还是继续往上攻 那另外一种就是 他之前涨多领先修正到季线 修正到季线就代表说 已经是相对便宜了 他又成为下一波资金的追逐的对象 叫木瓜哥 刚刚讲到这些高价股的标的 那另外有一个族群 投资朋友可以留意 因为最近有一个关键的商品 然后出现的很惊人的行情 就是黄金 竟然一天可以跌掉了五六% 隔天电子盘继续重挫这样子 表示这个商品会慢慢得到一个全世界的注目 为什么 因为黄金这个商品 我们在上次有讲过就是反美元指数的商品 因为美元指数最近又开始悄悄的在走弱 投资朋友留意如果美元指数走弱再度破底的话 对于黄金或是反美元的这些商品 市场就会开始留意 尤其很多股票已经涨多了 市场就往一个新的族群跑 好那美元走弱 那台并慢慢的就被被迫要走强 好那我们上次在默金结束的时候 我们讲到一个类股 就是资产类股 好那资产类股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 就是观察营建类股的指数 投资朋友去观察营建类股的日K线图 可以看到在礼拜三 前天的时候它已经是带一辆红K 就是它的成交量量增突破了20日均量 大概超过20%以上 就是一个量增红K 礼拜四呢 它是量缩20亿 那变成一个小黑K 今天礼拜五市场行情也是闷闷的 但是营建国是再度量增 增加到24亿 也是超过20日均量20%以上 然后再度往上收一个中红K 那这个带动营建股往上量增下扬的 是一个关键指标股 2504的国产实业 它爆量以后 国产昨天涨停嘛 对啊 它前天涨停 然后昨天休息 前天涨停 今天再度往上涨 对那这种涨停 如果它只是一个短线的 不是一个波段题材 通常隔日冲 昨天冲掉 它就不容易再过高 就今天再度带量过高 那就可以开始悄悄的留意 这个营建类股现在离前高 大概不到3%的位置 所以如果营建股继续 下礼拜如果继续滚量 慢慢的往上加温 那你同事要留意 因为这个类股 目前它还在相对的冷清 比方说低档或高档 通常冷清就是相对低档 因为在这个13000 热田到处乱窜的地方 唯一受到打入冷供的 大概就是资产营建类股 还没有被市场留意到 但是最近已经开始慢慢加温 另外除了国产之外 还可以观察两档 大型指标类股 一档就是2101的南港 最近已经修正完 然后站上了月线 外资也开始回头买进 另外一档大型的资产指标类股 就是1722的台肥 它强劲的拉一波以后 维持高档整理 几乎没有修正 在这一波所有国家都在修正的情况下 台肥是几乎没有在修正 台肥的筹码来看 外资是持续的站在卖方 表示外资是没有青睐 还没有很看好资产类股 但是台肥上一波强劲的量价 带量拉台的过程 是融资大增的情况 融资大增了以后 既然没有跌 维持高档整理 再加上市场对于资产并没有那么热络 所以你要留意这个融资 是不是属于主力型的融资 我们说赚钱的融资就叫做主力 如果是亏钱的外资就叫做散户 所以赚钱的就是老大 所以这两档比较指标的类股 相对转强的一个情况 另外有一档指标类股 只能看 今天不要操作 因为股本比较小 这是1903的40兆字 今天是拉出了 几乎快拉到涨停板 在这个尾盘忽然强劲的拉到涨停板 市值很飙啊 最近很飙啊 暴涨又暴跌啊 对啊它波动很淡 因为量非常的小 因为它股本只有26亿 所以它的那个股本小情况 股性比较活泼 所以不建议投资人 当然如果你不是很会操作的 就不建议介入市值 但是可以当作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因为它非常活泼 所以它如果会涨 这个资产类股是有要动起来的气势这样子 因为市值上一波从24块 一口气拉到了94块 几乎拉了四倍 然后今天就94 修正到了68 所以修正幅度也是非常够 那如果市值能够出现一个比较强劲的拉抬 因为它相对它股本小 股性活泼 所以很容易成为指标的类股 那大型的外资法人型的股票 我们就可以观察台肥或是南港 所以相对比较有机会接棒的 我们个人认为是中产类股 或是一些已经电子类股修正 修正到月线或修正到季线 像之前台积电相关的类股 我们个人认为像台积电这一波修正 台积电本身也是会值高档整理 所以应该也是有机会带动 整个台积电族群再度往上 李扬证券说台积电准备大干一票 是有机会的 因为台积电真的是在烂头上 不长都难 李扬真的很敢讲 李扬这个券商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天才 李扬是怎么说 他说台积电今年发债的规模破天荒 所以李扬推测台积电要干大事 他说这个大事是什么 不排除是英特尔外包订单快来了 他说台积电11号董事会通过 要发行两笔无担保美元公司债 这个总额上限40亿美金 就1100多亿台币 今年在台湾的筹资规模 台积电已经创下业界新高 因为其实还不止这个 台积电之前也有发债 今年已经 我记得应该之前有一个500亿 还是多少台币的 所以李扬说 为什么台积电要这样子 一直要钱 就是他要干大事 他说今年的发债规模很大 准备要接英特尔的外包订单 阿哥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李扬很敢讲 讲实在英特尔的订单要来 最快也要2022年 现在就 现在李扬就已经 就已经可以算命 算到说台积电可以干大事 我们也要做到2022这么大 我就不知道 但台积电在做这个先进制程 一定势必砸很多钱 让其他的 台积电对手都跟不上 台积电缺钱是 台积电需要资金是绝对的吗 你想想看他三奈米厂 对不对 他在足克还要搞一个研发中心 他一定需要很多资金 而且他每一季要发2.5元的现金鼓励 是不是 对没错 台积电成为全球的龙头 当然要大量的资金 才能维持他领先的地位 他越多资金才能越把其他的竞争对手 统统甩开 所以他说台积电转强 台积电的概念股 应该也是可以我们留意的地方 哪一些呢 哪一些可以留意 像台积电的那个供应商 好像是那个6683的雍治 或是最近有修正 到季县附近的那个6223的旺系 还有3680的加登 Khal Pred 你为什么要在刷school下 担忍 我还到底什么 除了 这是神 чер的 大哥 感谢观看